这个草鱼不行 我们也买一条 大家给我抓条草鱼了 多少钱一斤 9块 这个烧起来点 好不好 一条大草鱼 刚好4斤 36块 你给我破两半 回家做烤鱼的啊 你来提子来 我再去买个猪蹄烧烧 你要吃什么卤味 鸡翅 鸡翅来10个 大家我是老天 我侄者和侄女要过来玩 晚上就他们在这吃饭 我们买了炒鱼做烤鱼 最后买了猪蹄回去红烧 再烧个小菜就行了 小猪蹄我们用水给它浸泡一下 这个小猪蹄全部是去了上面那个蹄胖的 全是下面一小节 准备点葱姜 黄酒 给它焯一下水先 小孩子爱吃烤鱼 我们买了一条大炒鱼啊 四斤重 我们给它冲洗一下 家庭做也不能叫大鱼的 叫油炸鱼 没办法烤 太大了 但是我们要破台才能烧 先给它洗干净 灌在这里 把上面的水给它晾干 猪蹄水开以后上面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 再煮个几分钟 给它煮炉头捞出来 打热水 一个一个给它冲洗干净 今天这个后面一大截 我全部拿来砍掉了 就留个爪尖 就是价格贵一点 但是吃的很香的这个 大伯 我给你带好喝的 带这么多好吃的 谁做的 好喝的 我妈自己做的 哎呀厉害的 汽水 这个是啥 你妈妈水又来又好了现在 其实带一个今天去拔牙了 跟我妈说的话 我妈都听不懂 带有好多款 你们得自己看 带雨昕 你喜欢看什么你就看 没有 我随她们 你随她们 她们看她们你看她们是吧 看看动画片 好了 你们自己调 天天里不要调 让妹妹调 游戏不要打 就看过电视就行了 我去烧饭去 我去烧啥 你不跟你说了吗 你吃烤鱼跟猪蹄 烧这个猪蹄 我们还准备点料头 葱姜 八角贵壁香叶 干辣椒就可以 简单一些 姜切成片 小葱打成结 锅热少割上点油 然后我们调小火 来割上一点白糖 炒个糖色 一定要小火慢慢炒 火一大片就容易焦掉 炒糖色要时刻关注锅里这个糖色变化 像这样 差不多变成枣红色的泡泡就可以 下入这个猪蹄 给它翻炒一下 裹上这个糖色 稍微炒一会儿 大家看到吗 这个颜色全部上来了 把前面准备好的料头全部给它放进来 放黄酒 可以多放一点 酒香味给它吞上来 放生抽 少割上一点老抽上颜色 给它炒一炒 颜色立马就上来了 浓油吃酱 这个时候直接给它加热水 水没过这个猪蹄就可以了 还要再割上一点糖 炒糖色的糖都不甜的 来上点盐 胡椒粉 烧猪蹄这个 我们可以放点醋 水开以后我们直接给它转到锅压锅里面来压 省时间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用砂锅慢慢炖 至少要炖两个小时以上 锅压锅我们压25分钟 猪蹄烂一点好吃 再把这条鱼给它处理一下 大家看有多大 这个板子都放不下了 我们不管它先给它打花刀 大概就是隔一公分左右就给它划一下 两边都要打 两个小孩上次来我家玩 晚上我带他们去吃烧烤也是 到那边就要吃烤鱼 打好花刀的鱼呢 我们加点葱姜 又先给它腌一盐 料酒 盐 白糖 白糖可以去腥 胡椒粉 十三香 还要加生抽 把手洗干净 用手这样给它按摩按摩搓一搓 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料呢 全部给它腌进去 这个鱼是肯定长的 等一下腌好以后呢 我们给它切短一点 分成两段或者三段 然后来炸再烧 里外都要给它抹匀了 再准备一点做烤鱼的配菜 烤鱼里我就配点白菜 豆芽千丈青瓜番茄 弄几根这个芹菜提提味 斜刀把这个白菜切一下 青瓜直接给它切断就行了 番茄就是提提味 切大块 千丈给它用刀划一下 划短一点 然后稍微切宽一点就可以 芹菜给它切断 如果喜欢吃烂的 可以买点小米椒切千圈放里面 这个是腌好的鱼 我觉得这个尾巴也没什么漏 而且特别长 特别碍事 我觉得切掉不要了这点 然后从中间我们给它一切二 要不然锅里也炸不了 这样就可以 这个上次炸东西的油 我留下来正好留头炸鱼刚好 还不够 锅里再给它倒一点 接上锅盖 调小火 给它慢慢炸 两个都炸透了就可以了 炸在托盘底部 我们放上白菜和这个豆芽 放放瓶 放上千丈 放青瓜 番茄也给它放进来 猪蹄也压得差不多了 先帮我放进去 下面应该可以了 就是上面我们要热油 这样浇一浇就行了 炸好的这个鱼 直接放在上面 感觉咋缩掉了 头也缩掉了 就剩这么一点点了 重新加上一点油 我们还要用这个锅 来炒个这个烤鱼料 下一点葱姜蒜 先把这个料头爆出香味 加一点火锅调料 一大勺这个豆瓣酱 加上一大勺黄豆酱 把酱料给它炒匀 炒出红油 炒化了以后 香味就慢慢出来 大家觉得这个麻辣 也可以直接买那个 陈寨的炒鱼料 炒好以后呢 直接给它加水 水要稍微给它多加一点 再割一点生抽 还要给它放点盐 要不然这个咸味不够 白汤来拿一些胡椒粉 盖上锅盖 水开以后 小火熬个十分钟 把这个料熬浓了就可以 压好的猪蹄 我们给它倒在锅里 收一下汁 先把里面这个料头 给它剪一剪 炒了个糖色 颜色是胡亮胡亮的 稍微我还留了一点点糖 汤汁收得太干了也不好 再炸几个肉丸子给小孩子吃吃 这个做法就很简单了 本来就是炸熟的 跟上锅盖 调成最小火 中间呢 不停地给它转动一下 大概就是煎个十分钟左右 煎到外酥里嫩 熬了这个料汁也差不多好了 把这个托盘直接放在这上面烧一下 把我们熬好的这个料汁 用这个肉勺过滤一下 直接给它倒在里面 然后就放在这上面 烧个五六分钟 菜给它烧熟直接上桌 一边烧一边吃 差不多了 直接给它先盛出来 肉丸 鸡翅 冬枣 葡萄 小孩子吃嘛 不能跟大人吃一样的 炒几个小菜 得弄点这些 烧的差不多以后呢 我把芹菜放下 准备了一点香菜也给它放了 烤鱼来了 准备开饭啊 调小火 让它一边烧一边吃 今天这个小菜 全部是按照小孩子口味烧的 鸡翅喜欢吧 咕嘟咕嘟的 下面这个菜啊 烧趴下去 鱼又盛到汤里面了 饿了是吧 一个个 他们特别爱吃鸡翅 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给它炸了一个 这个 一人吃一个 哇 家里炸的肉丸 完全太香了 简直是 油煎得更香 嗯 这个鱼啊 你用这个小火车的 一边炖一边吃 越炖越入味了 这里面菜都是煮熟的 放在锅上煮的 嗯 这间这个颜色烧的可以吧 嗯 色香味俱全 这个 这个焦焦的很香的 我觉得还怕它有一次 嗯 你吃的时候一次注意 这块鱼 刺少一点 应该可以吃的 来 捏了一块 捏了很香 它这个颜色说得漂亮吧 嗯 嗯 嗯 这个鱼大 四斤重 买的时候 嗯 好吃 嗯 我们在那个烧烤店吃啊 正常他们都买一斤多重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大的鱼啊 小吃就少一点 再吃一口 人家的肉丸好吃吧 嗯 看点干掉 这鱼皮煎过了 好吃 这个煎得焦焦的 烤鱼一定要嚼得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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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